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第二天我就请我过来 所以其实文汤的度量还算是大的 不是 你说夸我们老板吗 我们老板度量 就说新闻 本来咱们要说正题 但说正题之前 我今天看见韩国人质的塔利班 这个新闻好大 怎么就打了十枪 而且还是个牧师 是个韩国的一个牧师 身中十枪 我一看这个 你知道我还是想起 你说这个人啊 做人质的那个人 他临处决钱 他那是什么心情 就他招谁惹谁 上次韩国的那个 好像叫什么金善日嘛 你记得吗 在镜头前 我脑子里马上浮现 就好像就喊叫 说韩国赶快撤军吧 赶快撤军吧 你们救救我 最后就是给人把头割下来了 你说这个 真的是 其实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就是这二十三个人质 他们都是去帮助当地 他们是去做义工的 而且都很年轻 那有的是学校的老师 那都是非常的优秀 我常常在觉得老天 不是讲说这个善恶必有报嘛 你做好事应该会有好心的嘛 然后他们这样子处决 尤其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老百姓 所以你看他那张二十多个人的合影 每个人都猜 都特别阳光 你觉得一群多么可爱的孩子 好心疼 然后跑到那么远去 到一个战斗的地方去做义工 你觉得这些人特别可爱 而且就是给当地人送去那种 支援人道的关怀嘛 可是他们居然被扣到人质 而且就是说 你如果咱们谈的这个政治化一点的话 就是说过去总是说恐怖主义 还有些人为恐怖主义做一点辩护 就是说恐怖主义也是被压迫之后 他们才不得以 这个这个好像也是用反抗的手段 可是问题你看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这些人杀的都是这样的 一些可爱的人的话 而且他用这种这种方式 你就会发现恐怖主义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辩护 没有什么好辩护的 是是是 你说这个这儿 我想起上次他写文章里还提到 就说这个王硕骂李敖嘛 说说李敖过去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说美国911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在越南杀了多少平民 但是王硕挺会说话 王硕说怎么能这么说呢 都是错的行吗 那不是都对 你不能说因为美国打过越南 所以这个所以那谁的台里 那个谁的把本拉登打他们就是对的 那怎么能说都对呢 那是都错才对嘛 他也会门这个逻辑 对吧 不过其实最近有看到很多的 我在台湾看到那个跪节目 就是跪地的那个包子 是纸包子对不对 哎呀 那个事儿 人的千万不敢说这事 人家没说这事 可是我很好奇 因为其实越说它是假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反而说一定八成有点真 然后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引起整个国际的注意了 但我有时候在反过来想 我说中国人真了不起 聪明啊 什么假蛋黄也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纸包子也可以做得出来 我跟你说 这个我私下里听见有人说 那不北京电视台都道歉了吗 是吧 这是假新闻吗 但是呢 这个这个北京啊 特别会编段子 他私下来跟我说 我告诉你啊 这是北京电视台做了牺牲了 这就是真的 确实有这纸线包子 但是要维护好我们北京形象啊 所以死逼着他们道的歉 这是胡说 我就挖着民间 他就什么编 这个版本我也听说过 以我的判断 应该这个版本很难讲 就是应该是不可靠的 因为这个北京电视台 如果扛这个雷 这个扛代价太大了 他整个台的这个声誉都压在这儿 去做这么一个地的羊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从长矿判断 应该是不太可能 但是为什么大家有一种猜测 就是说你这个新闻是假的 比如说大家即使相信 这个新闻是假的 但是和他类似的一些东西呢 曾经是真的呀 你比如说刚才秀妍讲的 那个做的那个假鸡蛋 假蛋黄 他可以花那么那么大的代价 我都想他怎么会 那么复杂的事 他怎么做出来的呢 你得找那个空蛋壳啊 还得把那个化学的东西 注进去 然后把它做成一鸡蛋 当做鸡蛋来卖 我本来我认为 这个比那个真鸡蛋 可能成本还要糟子 可是他就能把它做出来 而且还有利润 而且还有做那个假的毛鸡蛋 你知道吗 假毛鸡蛋 你不是没听说过吧 里面是一只假的 那个没敷出来的 那个没敷 北京人很多人爱吃那个毛鸡蛋 就把它煎一煎吃 他就把一个 就像做假鸡蛋差不多 就那种明胶啊 那种凝胶的东西 灌到一个蛋壳里面去 然后再撕一点碎鸡毛啊 什么碎鸡骨头啊 然后把它拧开一个蛋 包开以后一看 也有毛啊 他不是找一鸡下一蛋呢 更费工作 就是啊 但是这类似这样的事情 都发生过 而且我们也都听说过 这是真的 确凿的 那么在有纸包的时候 大家觉得 那些事都是真的 这些事八成也是真的 所以他为什么 就是现在我就说觉得 这个受众 为什么就是一种 很耸人听闻的东西 他都信 而且你辟谣之后 他还坚信 你辟谣是假的 我真的觉得 这是好像 是不是 当然咱也不能扩大化 但是我感觉啊 很多人没有一种求真 就是凡事不太求圣解 你比如我已经听很多写博客的人跟我说 说这些骂我的人 他们非常显然 一个字都没有看过我这个文章 他不太关心的 就是反正我这样骂你 看见你文章标题 我就相信 我以为就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最近最大的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是真新闻 还是假新闻 这几天抄抄的 你知道真可怜 我就给你看那照片 江西上饶的 叫什么鄱阳县的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说网上已经出来了 说史上罪恶毒后骂 把小女孩 你在台湾看到了吧 很震撼 对 因为这边都是血嘛 说六根脊椎都断了 打断了 身上都是出血点 你看看这些照片 你说所以说 你的视觉力量也很大 首先说给后马打的吐血了 你再看下一张 然后你看这医院都是血 咱们不是展览残酷 我是说这个东西 让我们取信的一个过程 你看有意思 你往下看 你看青一块紫一块 而且说是专门 往要命的地方打 再往下看 你看这孩子多可怜 谁都同情 对吧 你再看往下看 这也就是这孩子的后妈 可是这孩子的后妈 现在是个斗我冤了 他跪着地下说 我没打 我对他很好 我给他这吃的 怎么谁说我打了呢 他不承认 你再看下边的 你看这旁边邻居也出来说话了 说我们觉得后妈对他挺好的 说没看过他打 没见 从来没见过他后妈打这小女孩 你再看他 连这个小女孩的奶奶 也说 说没见他后妈 打过这个小女孩 那到处那个后妈打人的事 到底怎么出来的 这个消息 是网上一个帖子 就叫史上罪毒后妈 对 但是他这也得掰得出来 是后妈打的 是小女孩说 现在有各种版本的猜测 有人猜测就是说 是这个小女孩的家里边 不管她的父亲 还或者她的亲妈 和另外一些人联手 要炒一个新闻 给这个小女孩治病 现在查识小女孩是血有病 她之所以吐血 身上有些出血点 出血点是不问题的 因为那个血有病 它是那个血小板是没有的 就凝血功能 凝血功能丧失了 她不能受任何创伤 一受任何创伤 流着鼻血都可以流死 因为她没有凝血功能 那么她要治病 没有钱怎么办 据说是有一个版本 传说的版本 就是说 这个大概有什么高人介入 就是制造一个悲情新闻 这样来募捐 然后给她治病 这个后妈呢 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了 就是一个恶母的形象 因为有了恶的形象 所以这个受虐来的形象 就很可怜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说 让你看这个照片呢 我就说看这个照片 其实就是说明了 发现真相有多么困难 就发现平常你要是不认真的人 你基本上生活在假象当中 你看照片都出来了 这能有假的吗 青一块紫一块 这不是人打的吗 但是至少现在最后公安还没最后判定 至少就说很大的可能 它是这个影响功能差 也会造成类似这样打的 现在基本上是 就当地公安部门宣布的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公安部门开新发布会 所以我就说记者提问 是特别典型 就说你没有什么证据说明 不是这个后妈打的 你看这个问题 是非常典型的 有罪推定 就好像说秀媛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 你没参与策划911呢 这你其实挺傻的 我冤枉的 是吧 你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 举正 什么举正 你看我的一脸 不过样子 这个就很可怕 其实你就是证明你有罪挺难 你要证明自己无罪也很难 证明有罪 我觉得现在好容易 你看网上面谁都可以把你定罪 而且其实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就算法官判你没罪 但是有罪的这个观念 已经在全民的老百姓心里头 种下了一个 你就是个恶毒的后娘 而且他利用中国人的一种 普遍的心理 就中国人对后妈呀 是有一个一定有一个角色 对 就塑造好了的 一个既定形象 那个就是把一个人 只要忘了一套 他马上就恶毒起来了 没错 其实大部分后妈还是好的 尤其现在 你现在后妈 能多多一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秀媛有问题 其实台湾现在的假新闻 也很多 之前的那个角尾饭 就是拜了那个 往生的人以后 不是然后把那时候 把那个饭回收以后 再卖给老百姓 那个事情 其实根本就是假的 你听说过这事吗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议员 他做出来的这个新闻 他那时候就是说 我要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所以这个事情 也弄得很大 因为你一个假的新闻 你就可以让辛辛苦苦 做这个小吃的摊贩的 他所有的毕生的心血 都泡汤了 就为了你这一则新闻 你知道我那天 还看这个200几年的 说是有个假新闻 我还想起来 说是在兰州那边 说他发现两条胳膊 这个儿童的 在垃圾堆里 发现两条胳膊 而且好像怀疑有人在吃 因为他暗示啊 说这里边还有葱姜蒜 还有大料 好大伙就是 当时就不行了 说这是多残忍的行为 到后来发现呢 是这个记者的想象 他看见这个两只胳膊 他就想象 那是有人吃肉吧 实际上最后公安查出来是什么呢 是那个人体标本 医院里切割的那个人体标本 用完了 确实是人的胳膊 是人的胳膊 那这个医院也有问题 医院也有问题 但是但是你看 医院有问题了 到媒体再有问题 就发展出来一个活吃小孩 你说这个还有依据 刚才向秀原说的就没有依据 我也看到过一个没有依据的 是 我看看 这个呢 也是这个几大 这个几大 假新闻 在这了 叫错位夫君夜换交期三十年 就说是这个两对夫妇 就两对新人准备结婚的时候 结果呢 他们四个人这个碰上之后 结果这个一瞬间 这个彼此这个情感和错位了 就本来我应该跟我太太结婚 结果我一下就看上你太太了 然后你们俩也看上了 于是呢 这个就准备 按说应该这个感情已经换位了 可是呢 感情换位以后 他们就还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什么的 结果入住洞房 一进洞房才发现还是原来那个 为什么呢 是双方的父母不同意换 于是呢 就还让他跟原来那个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呢 就采取这个方式 就是因为感情已经换位了嘛 于是就白天我跟他做夫妻 夜里换过来 说他们这样 这不成换妻俱乐部了吗 这四个人换了三十年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各报都转载 因为他作为社会新闻们很离奇嘛 然后最后也是跟学员说的 追来追去 问到当时写这个记者 说这个新闻从哪来的 他说 他说是我听我们村的一个大大说 有这么个事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我就想投稿 于是我就写了 他说我写了之后啊 我觉得肯定没人用 说这个太奇怪了 说没想到我继续 之后他们就发了 那我也没办法了 所以以后招记者 应该按这个作家的标准来招收 他这个想象 现在有些杂志 你知道有些很著名的杂志 他是这样 就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曾经给一个很著名的杂志 投稿 他是采访了一个真实 投了一稿 发回来说不行 你写的不生动 补充采访 他就去补充采访 又投一次说 还不行 还不够生动 再去补充采访 他最后采访三次之后 他发现我实在是 没得补充采访了 我到底错在哪了 最后他才发现 错的就是没编 不离奇 于是他就按照那个暗示 别人的暗示 又改了两稿 第五次 终于登出来了 他跟我说 他说那里边的实际内容啊 已经剩30%了 剩下的都是我编的 就通过了 你知道他现在的这个 你有一种啊 他是为了这个扩大 什么收视率啊 或者是增加销量啊 我觉得我上次听一个 我认识一个主持人 他讲这个故事 我听了我觉得挺 挺慎慌的 他就说呀 他说有一天 有个报社 有个报社的记者 给他打电话 说我有件事 想问问你什么看法 他就说嘛 他说我现在都不接受采访 这个记者说 你先别说这个 你听我跟你说说 是什么事 你在说接受不接受 说是这样 就网上说 你搞婚外恋 说他 对 就网上有这么一个新闻 那么呢 你回应不回应呢 我们总编呢 已经决定要做一大板 他说你让我怎么回应呢 后来这个记者呢 你知道吗 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记者好像 似乎还是个有良心的 这个记者跟他说 说说就发起牢骚来了 说我说 我跟你将上老实话 我心里也觉得这事 忒没劲 但我是打工仔 我总编就让我说 这就是炒作 就要炒作 他说也做一半 他不说也能做一半 说你你说怎么办 我主要是想啊 你好像还给我们报社 主持过活动 咱们呢 这个关系不错 我也挺不忍心 这么弄你的 说要不然这么着吧 我回去明天 跟我们的主编商量商量 说你跟我们关系也不错 就别整你了 后来他说 这不是什么公司不公司 难道还要说 我跟你们报纸 关系不错 求求你们 换我一码 否则就自己编个故事 否则我就要等你啊 这也太微谱了 你说这就属于明知是假的 也要给你了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娱乐新闻 是这种现象最普遍 就这种假新闻啊 什么吴中春有 是最多的了 他同时那个狗仔 狗仔那个就是 全民狗仔 全民狗仔 对 我就现在就是 我记得这个 行中的湖南人 或者四川人 这个吃辣椒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叫 叫不怕辣 第二个境界叫辣不怕 第三个境界叫 怕不辣 我觉得现在做媒体的 就是已经到第三个境界了 怕不辣 就所有的这个新闻啊 就怕不辣 说拿一条新闻来 说不耸人听闻 这不行啊 这个这个没有冲击力啊 就他一定要追求到 那种最极致才行 你想想到这 我说最近呢 每天在那个台湾的 头版头条 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 就是两个人的网恋嘛 然后来呢 就交往了 就两个人就发生了 上百次的性关系 但是这个女的 每一次呢 都是戴个口罩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就这个女的是个男的 对 她一直呢 她就每一次就梳个长头发 而且非常秀气 个儿高高的 每一次就在网上面贴着 她化了妆的那个照片 就跟这个男的交往了 不知道多少年 然后发生了上百次的关系 但是这个女的 每次都要求说 从后面 然后他就一直跟 而且一定 然后一定规定要关灯 那这个男的 我觉得他也是二百五 怎么可能你交往了 这么长久的女朋友 然后每一次都是穿长袖啊 然后包的就像那个 得了麻风似的那种 你跟那个女的 照了相片出来以后 其实还蛮好看的 就后来呢 这个男的就是 觉得你一直不用 真面目见我什么什么 那反正我也真的决定 要成家 你又不肯跟我结婚 那我就 我就要分手了 一分手 这个女的就说 好 我们最后一次谈判 就到这个男的工作的 实验室里头去谈判 就谈判的时候 他说好 我答应你分手 你先给我跪下道歉 然后这个男的就跪下 然后这女的呢 就说闭上眼睛 然后闭上眼睛 然后这男的就听话 就说反正就要分手了嘛 我也曾经这么爱你 这女的就拿了一个硫酸 往他脸上 一泼 所以这个案子才出来 然后这个男的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的女朋友是个男的 这很神奇吧 对 将往上百次 哎呦 这是真的 真的 这是真的 你跟他们抢一针 现在坚持真相的 就剩下你一个了 而且这真的看来更辣 对 但你问你 你现在就真假难辨了 对对 所以你看 刚才我说的 就是你说的多数人听闻 都可能是真的 什么都要信 没错 所以我就跟 正是因为这样 我就是从记者 做到主持人嘛 我觉得我干这行 其实有时候挺痛苦的 就是说你其实有种丢人的感觉 就是说我不知道每天在节目里说了多少假信息 因为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工业电视台啊量太大了 量太大 你当然不可能核实 但是你又深知这个里头新闻 每一条后边可能会有什么猫腻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世界上 不就难得糊涂吗 比如咱今天排啥话题 反正我报纸说了 我就这么说了吧 其实有时候说问问良心 我觉得要是一个认真的人 你没法干这行 现在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我们做媒体的人来说 比如你做了条假新闻 伤害了一个人 对你来说你犯了一个错误 你做一个检讨 你良心上自责一下 然后跟朋友说 哎呀我这么这些新闻弄错了 就过去了 可是对你伤害的那个人来说 比如那个史上最毒后 人的后妈 那后妈 永远的印象就大不了了 那这个影响就太巨大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做媒体的人 还是要对自己的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没良心 就那个主管没良心就好了 但是主管说这群人 一个新闻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有的时候你看像台湾线 这个不是某杂志就说 某新闻台就说 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小弟 然后他拿的话 在找了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来拍 说我这有枪 这有枪 这有枪怎么样 然后你如果不跟我妥协 我就什么什么 我就不要报理 就协助黑社会 其实这个案子搞得很大 但是是整个电视台里面的记者拍的 再后来发现就其实 从上到下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假新闻 你要知道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一个媒体 一个电视台 他的影响力多大 哎呦 这你就说到台湾 台湾是按分钟算收视率 算收视率 我那天听他们说 要不说咱们的电视台 为什么也发展到道歉呢 其实跟这日子难过 也有关系 咱广告之后接着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就是现在好多电视台 我都知道 我们也这样 就是把这个收视率啊 排名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 挑动群众 动群众 不是 还末尾淘汰呢 有的 末尾淘汰 就问题就在这 我们还不至于说 跟收 跟收入结合起来 我听他们说 现在有的电视台 为什么给逼疯了 每分钟的收视率 而且跟你的待遇 跟你的工资奖金挂钩 你这家伙 你就说老实话 我个人保留意见啊 就是说 不同时段 不同投入 不同类型的节目 放在一块比名次 这玩意儿不太科学 但是你要是 把他跟人收入 都这么直接挂钩啊 那都有点不厚道 那你说台湾 就是说给逼成这样子吗 为什么黑社会 都上了电视了 就是说 你这个记者 那分钟到你的新闻 如果掉下来了 你就没钱了 所以你作为一个时段 比如一个完整的节目 如果你考察 它的总收视率 还有道理 可是你把一个节目 零碎到每一分钟 那这个节目变成什么了 它没有自己 不会自己有形象了 它你出来的形象 就一定是个很恐怖的 就是直奔收视率去的形象 所以你说那个谁 你的同行 那个崔永元说 这个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你听起来 你觉得很偏激 但是你也 如果他说的收视率 就是指着 这种收视率 那我就确实很可恶 而且你知道 其实现在媒体 也有很多是 就是因为收视率 这种东西 它被利用 你知道现在台湾 是怎么样来 来这个冲收视率 还有抢独家新闻吗 我为了要让我的商品畅销 我就会告诉你说 今天我这一杯水 什么什么什么疗效 其实它就是白白一杯水 什么都没有 那我就告诉你说 这个里面呢 可以变化出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发了一个通稿 然后到时候呢 就各个电视台 就派SNG啊 派什么就是单独来采访 然后这个电视台就会说 哦 这一条新闻 今天来的记者少 那我做 我把它做大 然后但是呢 他有没有去查证 说这个新闻就可以做大 我就把它播了 至于是假的 他认为说 这个新闻看过就忘 所以这个是一个责任 我现在觉得啊 好像这个这个 一个大的趋势啊 个人呢 很难抗衡 你比如说崔永元可以说 收视率是万恶之远 我在商业电视台 我能 我我我我说这个有什么劲 我说这个有什么劲 你知道吗 一点劲都没有 他的收视挺高的 他不担心这个 就是这 你这直接跟你的收入 跟你的谋生 是个很现实的饭碗问题 你知道吗 可能这个这种 就是你如果说到这儿的话 他可能这种 将来会不会有改变 如果有改变 一定是整个大的环境改变 每一个人在里面 都真的是都没有办法 你说你是一个记者 也好 你是一个制片人也好 如果台里实行的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 你有什么办法 你真的没有反抗的余地 从台里角度 他有什么办法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 各个台就是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 对 刚才我说什么 从老百姓的角度 你们都这样播 我有什么办法 你们这样播 我就这样信 最无辜的是老百姓 他已经没有真相 他被洗脑嘛 对不对 因为老百姓 其实都生活在媒体 营造的这个现场 你告诉我什么 我就接受什么 所以咱们生活在 一个虚构的世界里 就是二度真实 其实是二度真实 你先告诉你们 真的都假的